本地知名油画家刘麻生除了热爱绘画和水墨古画 也是个喜爱收藏古玩和艺术品的发烧友 她的珍藏包罗万象 在几千件藏品中刻有龙纹的浮雕和彩绘就有多达数十件 她毫不保留分享出来预祝大家过个开心的龙年 80岁的刘麻生从小就喜欢画画 热爱审美和艺术的她对于收藏品都有较高的要求 她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她收藏刻有龙纹的浮雕以及彩绘珍藏品多不胜数 这些收藏品的年份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70多年前 刘麻生说她并没有刻意要收藏龙的艺术品 只因为龙在中华文化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和象征 是代表祥和、画萨、长寿和尊贵的领寿 因此许多事物中都有龙的出现 配合龙年的到来 大马机场控股公司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 展出了全马最宏伟的手工雕刻金龙 这座金龙也被纳入马来西亚纪录大权 被誉为全国最大金龙雕塑 这座高12英尺的金龙雕塑由记忆精湛的艺术家精心手工雕刻而成 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光芒 象征权力、传统和帝国的威严 金龙雕塑从即日起至本月24号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第一航站楼开放让游客拍照打卡 与此同时 彭亨文东的六人工也配合龙年 赤资4万令吉悬挂新春彩灯 以及设置了彩灯红韵隧道 闪烁的灯光把整座庙宇衬托得金碧辉煌 吸引了不少善男信女和市民到访打卡 就连附近的友族也前来拍照